欢迎收看两点书新闻 新闻看民事 我是张孟琪 高雄市里有韩国族 想要算总统的压心吗 已经都看了一眼啊 他说他会去参加 两位前院 那就是这礼拜人 由韩粉在凯道举办的造势活动 而且现在呢 还传出这场活动 是由妙天禅师协助来举办的 这就让大家感觉很好奇的啊 到底这个妙天和韩国族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 好那另外呢 不要让韩国瑜抢走版面 郭台铭的后援会是大手笔 在四大报刊登广告 反对年金改革 批评民进洞建户 把退休的军工教当作是米虫 而总统府也马上回击 谴责郭台铭的后援会 刊登不实的广告 操弄对立 而另外呢 再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的部分 拜三中这回 又被再特论筹算的办法 蔡英文阵营这边呢 是主张要修正党内的民调办法 不过呢 反对改规则的赖清德阵营 传出可能会祭出法律手段 可以说民进党一马 可以说是山羽欲来丰满楼 我们待会儿呢 要一一来探讨 首先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王淑慧 朱祺琳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再来一位是我们国民党新北市议员陈明毅 蒙奇好观众朋友下午安 而左手边呢是民进党立法委员黄秀芳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最后一位呢是我们民进党桃源市议员于信献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现在马上要先来看 在高兴市场韩国族是不是真的有硬要来宣总统 来看一下我们所整理的这个图表 韩国瑜呢在五月之前的论调 他一直都是被动参战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四月三十号的吴韩慧 韩国族的市场上面里面 他也根据拒绝初选 但是呢尊重党中央的安排 就是在等人给他讲究的意思啦 不过呢现在随着党内的对手 郭台铭的声势是越来越高 甚至在民调都要给他拼过啊 韩国族现在可能就很高级啦 所以他五月中的时候 就赶快向国民党喊话啊 说如果国民党征询小组呢 问他的意见 他会大声的喊出yes I do 好那上周呢 韩国瑜又再度抛出了想法 他说已经想好高雄市长的接班人选咯 而且不止这样哦 韩国瑜他更说 这周六他将出席六月一号 在凯道办的这个大会师 这是由韩粉所举办的决战 2020赢回台湾的大会师 韩国瑜说他一定会参加 那大家也认为这是他选总统的起手势 而且现在更有趣的时候 不只是韩粉立功 前立委呢蔡正远就爆料 哎这对话当是谁来指示筹办的呢 是妙天禅师来指示筹办的 而韩国瑜也说啦 其实有很多的团体来协力举办 而妙天是其中之一 他说他是被动受邀的 赶快来看一下我们的新闻报道 绿营议员询问局处首长 是否支持韩市长选总统 韩国瑜一听到敏感问题 立刻挥了挥手 要大家不要举手 挡下这一关 还有下一关 你现在要开始选总统 是你我理性的讲 高雄市政会不会空转 高雄市政会不会空转 突然出现了一个总统会觉得 他在选举的过程 竞选总部放在高雄 选上就职典礼放在高雄 当了总统上班在高雄 有什么差别 听说啊市长好像 您跟这个柯文哲 台北市长讲好 如果柯辞 你就跟着辞 批辞职我辞职等等 我完全没有听过这件事情 被质疑落跑市长 对不起高雄 韩国瑜这次话讲得更清楚 一旦出现 从竞选到当选 一切都以高雄为基地 但6月1号首场实施大会 却是选在凯道 而背后金主更传出是 妙天禅师 其实有好多团体 那妙天这个禅师 它是其中之一 那这个整个组合 说实在我是被动邀请的 那这些所有的这些团体 我都是非常的感谢 首场大型肇事活动 就瞄准总统府来势汹汹 对于最近卷入的 到王小姐家过夜风波 韩国瑜也暗指 是否有国家机器介入 这个为什么 吴子佳董事长说检调 检调是侦查不公开的 那为什么半个月前 赖清德前行政院长 跟八位立法院吃饭 整个被曝光了 是不是有国家公权力 真的介入来当打手 韩国瑜强调 当高雄市长任内 没有碰过麻将 呼吁抹黑 应该要适可而至 但随着韩国瑜参选的态势 越来越明朗 外界对他的解释 恐怕不会停止 好 看完我们新闻报道 大家应该感觉很好奇的 到底为什么妙天会去帮韩国瑜来举办这场造势活动呢 我们就要先请教一下 实惠议员您怎么看 事实说 我们这个韩国瑜 差不多在二十几年前 就曾经在我们台北关 作为官议员和我同一回 所以我拥了三十年前 会劳健佑 他这个人 真的说 搖整够小礼 去吃够小礼 要让他说 不时切来时 结果大家现在 另有所属的时候 他就不愿意 他就说 没有啦 我真的有在准备 而且 还要把年轻人呼喊 Yes I do 买啦 我买啦 不过没意没事 我准备好了 你们现在说 琵琶别报 去爱到别人 所以很快点 这个时候 这个人 他玩了冰箱时 也很爱插事情 很古早插到现在 就是我们那个师傅 我们的谬天师傅 三叔对国家大叔 这么注重 我们是很感恩 因为毕竟国家大叔 是我们全国大家的 但是他都是插毁 性质多 之前他做过 我们不要再说 好像针对这件事就好了 初心 他看得好 我们台北的柯文哲 我那儿也是 找很多人都要跟他联署 没问题 我这些学生 我这些会员 我这些所有跟我有关系的人 我秒天都 出这一生算算给你 结果现在说 没有啦 这个韩国瑜有点被欺负 民调下降没关系 我们只要把那个事迹 找到回来就好 所以他就开始串联了 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子 或是在望楼上看得到 真的很多群族都在响应 虽然苗天说他是其中指引而已 但是比女性说 他学员很严重 很欠缺 所以说他是很大的金子 这是必然的 所以我感觉 大家找他很好玩 无论你是支持苗天 还是支持韩国瑜 有他们的 我们都来看看 好 杜长 議員 我说到 其实这个苗天 他在三月份的时候 才公开表态 要帮这个柯文哲 联署去参加参选总统 不过怎么现在呢 才到这个五月份 他就现在改挺韩国瑜了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信献 您怎么看 这个事情很有趣 因为苗天 刚刚韩国瑜 他证据证识说 苗天是他其中的金族之一 那根据去年年底 有一则新闻报导指出 苗天的苗天基金会 里面有个执行长 是厦门银行的前行长 那是不是也证实了 苗天的政治经脉来源 来支持韩国瑜 是不是间接或直接 从我们中国来的 那柯文哲之前也 为了获得苗天的支持 也去拜访苗天 那是不是柯文哲的资金 也有可能是从 苗天基金会来的 这些我们都应该 深入的去探讨 深入的去研究 好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 民意议员 您怎么看刚才信献所指的 这个苗天一些资金 可能来自中国 我想这个大家反中 我没有意见 仇中我是觉得没有必要 但是抹红更不需要 如果说把苗天基金会 它的经费等等 说是来自于中国 我想这跟我们的逻辑 跟常识不符合 因为苗天的信徒 当然他的徒弟 清除于栏 圣于栏 现在的苗产 就是赞叹师父 感恩师父的妙产 是出自于苗天 那苗天其实对 过去对于政治的参与 不是今天开始 过去民国党 徐新营 包括他的弟弟 在台北市选 市议员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 苗天的支持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坏事 当然我们不用向欧洲去谈 是不是什么 政教合一 谈到这么严肃的问题 但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关心政治 不管你是信基督 你信耶稣 或者是你是信道教佛教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 禅师大师的开示 都没有关系 就像郭台平说 他信这个马祖 跟关公 那这些东西 都是个人的信仰 但是我想万教归一 都是做什么 都劝能为善 那如果说 他喜欢柯文哲 到现在他改变心态 去支持韩国瑜 我觉得未尝不可 OK的 那你觉得最大的 他转上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柯P也有问题 我想柯P也有问题 柯P其实过去 柯P会给他感觉 是一个素人 白色的力量 所以他说 垃圾不分蓝绿 大家觉得说 你把两边都骂一下 好像他很清高 可是你看柯P上来 这四年的过程中 不管五大弊案 变五大案 光一个大巨蛋 搞得灰头土脸 整个柯P的政经 拿不出来 然后他就在蓝绿之间 游走 他骂蓝又骂绿 可是发现到柯P 没拨 拨到里面 空空 就变成什么 他只讲一些口号式的 让大家听得爽 突然抽下来一个 韩大师 韩国瑜 比他更有口号 比他更接地气 比他更有感觉 韩国瑜也是 批然又批率 所以韩国瑜 突然间取代了柯P 所有的网路声量 跟赠品 超过了柯P 但是呢 当初我们说最看好 我想 鼠卫议员 我们在议会八年 跟朱立仁相处 我们觉得他很优秀 可是呢 季生猪 何生寒 韩国一出来 风行朝野 把南高桶给收复了 可是呢 季生寒 何生郭 最近又看到 这个郭台铭的声势 寒流一过 台风又来 我发现到 这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台风现在很凶猛 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觉得这是好事 看到他们的改变 看到他们愿意弯下腰 看到他们愿意接地气 我觉得这是好事 这是做一个良性的竞争 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团体 任何一个人民团体 都可以支持他心中的对象 但是要合于我们的法令 如果要像刚才 信献这样讲的 如果真的有来自中国的资金 那这个不是信仰的问题 不是喜好的问题 这是法律的问题 还有国家忠诚度的问题 好我们刚才听到 刚才民意委员所讲的 现在呢 不管是台风跟海流 这个声势呢 都势均力敌 不过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秀方韦云 你怎么看 现在其实蛮多议员都在说 高雄市长韩国瑜 是不是要辞职参选 其实我们看到 韩国瑜从去年 12月25号上任到现在 五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看到他在议会上的表现 在这个整个市政答询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认为 这个韩市长对高雄市政 其实是完全不了解 那在从他的市政的积极度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韩国瑜 如果你要参选总统的话 你应该是要辞市长 而不是说你站着市长的位置 然后来代职参选 其实我觉得这样是不好 而且当时这么多的选民投给你 最主要是希望你能够带给高雄一个新的气象 那没想到你上任 差不多五个多月的时间 你就这个还不到 还不到一个月 他就心里面在想说 我要这个参选下一任的总统 所以我们看到他其实 无心在市政 那既然无心在市政的话 那你就把高雄市市长的这个职位辞了吧 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选民 对这个韩国瑜市长 其实是很刺激 之前在还没选举的 去年这个九合一选举之前 我听到很多的高雄市民 他们觉得说 民进党在高雄市执政那么多年 那他们也希望说会換新 结果没想到说 这个韩国瑜市长上任之后 结果他无心市政 到现在整个高雄市 到底未来要走向哪里 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 而且还有很多局处首长 到现在都还没有早期 是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他 就是人事上的任用 还有这个打选的这个态度 其实很多选民看在眼里 真的对他真的 之前大家说他草包 就是说肚子里面没有东西 如果你肚子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那你要更认真更用功 对高雄市政要更去了解 那既然你是无心在高雄市政 那你就把高雄市府 把高雄市长这个职位辞了吧 好 我们想请教一下民意 刚才秀方委员所说 既然你无心要来做高雄市立 那是不是干脆就辞职参选 委员讲的话 如果异地而处 今天换作是民进党籍的市长 我们新北2016就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况 我就换位而谈 因为一模一样还是本党执政 我就说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在野党的议员 今天执政党的市长 他要离开那个位置 我们一样会用这种角度去批评 过去我们在批评 民进党都是怎么样 霸住位置 霸到两年到了以后 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 韩国瑜现在如果代职参选 基本上是法律上是允许的 如果他辞职是必须补选 那过去 他说他都想好补选的人选 那如果他当选了 那补选的人选是想好是可以 如果他没有当选就没有补选的问题 那过去可以看到 民进党不管是 从各县市首长拉到中央去的 尤其城局你可以去观察 都是拖拖拖拖拖拖 拖到一过了两年 然后我就到中央去 然后他交给代理市长 当时的陈其迈 这些就是说你不能再官派了 对不起不用补选直接官派 那中央就让你两年过水了以后 我再派一个人 这个东西当时我们都有批评 你选一个市长是四年 你怎么会做两年落跑 这两年让别人来做 而且是用指定不是补选 所以回头来看今天 我认为民进党的朋友 在议会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对的 在政治上面是对的 可是在法律上面来讲 他有这样的权利 就未来如果我们有机会到国会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去修法 我可以跟大家报一个秘心 我前几天去看马总统 马总统告诉我 他当时跟蔡英文总统 蔡英文总统当选的同时 他跟蔡英文总统会面的时候 他跟他怎么讲 他说我可以先把主阁权交出来给你 先交主阁权 他说因为未来是你在 你在接管这个国家 让他们早一点接手的话 也许对国家是好的 那蔡英文拒绝 那我开个玩笑说 蔡英文当然拒绝 因为明年可能他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政治是一个 时间是一个照妖境 你现在做的决定 未来可能就是检验你自己的 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过去曾经批评过 民进党这样的状况 今天民进党用这样的要求 合理 但是在法律上面 他又没有违法 2016的总统选举 你不记得 现在我们也是整天在找 周市长你在哪里 整天也清真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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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心事政 所以我们称他为空转轮 过去就过去了 因为他又回来了 所以这次高雄要怎么样 其实我们是祝福了 事实上呢 今天请问他要不要辞职的 还不是民进党呢 民进党看这个了啦 你说的情况真的是不一样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差异点是 朱立伦是第六年去选举 韩国瑜是第一年去选举 就像柯P今天 要代职参选 他不会被骂这么惨的原因是 他是第二任连任后 他如果代职参选 比较不会被他那么凶 就像很多议员一当选 朱立伦之前已经有县长的 这个历练 他在桃园待了以后 他把桃园的官员带到新北来 所以既就 他在台顶不让議員漏过 可是韩国瑜不同 沉浅了十几年 黑的那一头 动作 这样就接地气 議員也有给我们的地气 所以他是搞错了 他应该先回到新北市来 我们新北市 先问清楚 好不容易我们新北市的 大家很怀念很喜欢的 李世川副市长 我们也让他到高雄去做副市长 你不会重用他 那你很笨 真的 你如果交到李世川 你都叫那个 部长下来做副市长 那个没有地气啦 那个永远不知道你们高雄发生什么事 叫李世川处理啦 医员我们想要请教一下 刚才你说这个韩国瑜 有些他才做五个月 然后现在就要马上去选总统 这样是不是觉得很对不起 这个投给他的89万选民 我不知道高雄人的想法是什么啦 也许啦 他们感觉民进党做得不够好 因为自己的孩子都对的要求都一定更重嘛 我们高雄人给你民进党这么多年 我应该要求你对我的这个服务还是什么 要百分之百你好像八十分不够 我希望换一个更新的 没错 我很尊重的高雄人 这种的选择 但是呢 我感觉高雄人 现主是不是给他选水配 甚至咖哲片又有选两个啦 刚才你说的五个月 近前在做什么 近前在凑小堂都看得到 出国的出国啦 说不追狗的不追狗 整个要整个安装 我们今天虽然伯要 第一次做起定的 侯友仪高博不敢动 名义仁在动的 他今天很大声说 我们新宝市有第一个 国土规划 你有看到吗 他会想要做国土规划 做国土规划 做这么多次 又是在我们 台北关做关技关起身的 你有最基层到中央的历练 你也曾经接了地区 可是呢 因为你无心 你很严重 那个我们让那个谁 那个朱立伦叫空转伦 名叫做无心瑜 人家还还什么 无国瑜是无心瑜 所以这个是很麻烦的意思 那所以 你现在要选总统 我都跟你尊重 像明毅都这样说 在法研法 在情言情 在理言理 你如果感觉法理刑 你都可以 我们拜托你快来算 那这样算 国民党就要包起来放了 所以不怪人 不是台风风台窘 也不是那个什么 那个你们 那个寒流遇上台风 哪一个墙 不是 是人心在转 是因为你让人家觉得 你那个寒流 只有空壳没有内在 好刚才我们听到议员 考西这个韩国瑜是无心瑜 不知道信线你怎么看 这真的很有趣 我想要回应一下 刚刚明毅议员讲的 第一就是 柯文哲的市政跟韩国瑜的市政 对市政了解程度 真的是差很多 在网络上的网友 大家其实对柯文哲的市政 的了解度是予以尊重 但韩国瑜的态度 大家是给予一个虚声 这是为什么大家一直说 你既然不想做市场 就迟了吧 信线觉得韩国瑜的表现有及格吗 其实我们才 我上礼拜才刚结束完总咨询 我对于我们陶渊市长郑文燦 提出了几大 有陆瓶 铁路地下化和社福 郑文燦市长 每个答案都可以回答得很好 他根本就不需要局所长来回答 那韩国瑜 就不用说了 就是跳针式的回答 很可惜 那第二点 对于很多网友说 或是很多民众说 韩国瑜可以先持市长 那刚刚明义议员也提到说 民进党过去 其实也有一个案例 像姚文志去年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最后也是先把立法委员先辞掉 那林嘉隆之前在选台中市长的时候 也是辞了我们台中市立法委员 还有我们现在行政院副院长 陈其迈 他要选高中市长 最后一刻也是决心把他辞掉了 我相信 如果你真的有心 真的有决心 你就把他辞了吧 这是选钱 对 都是在选钱 他选钱已经评估当选了 你看这个案例都是这样子 可是最后选举情况也是不一定适合自己处理 就是上面有韩国瑜的图案 那很多网友开玩笑 因为手勾盖设计不良 所以会造成淹水 所以高雄的水务工程会发大财 那第二就是高雄可能会淹水 然后家具可能会泡在水里面 所以我们高雄的家具行会发大财 所以高雄 韩国瑜可能用别的方式来高雄发大财 用另类的方法 用另类的方法来让高雄发大财 不过我认为 如果真的有心于要对我们台湾人民 有热忱要来服务 还是把高雄市长给辞了吧 好我们刚才听了一轮 大家都觉得说 如果真的有心 什么Dent and Keeping 酸总统 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高雄市长的位置辞掉呢 好那不过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的广告回来 我们要来看 这个韩国瑜最怕的台风 郭台敏 他到底使出怎么样的绝招 可以让他的民调现在激起直追呢 我们休战姐 马上等下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我们要来看一下 民调急起直追直逼韩国瑜的郭台铭 他到底都是怎么打选战的呢 果然全台首富当然很有一套啦 看一下我们的图表 郭台铭他喊出选举不募款 不过他抛出了一个很新的构想 他说这个象征性的募款 要加倍回馈做公益 这什么意思呢 郭台铭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募到5000万 他就再加码自掏腰包5000万 全部回馈在地方上来做公益 好这是郭台铭抛出的第一招 另外郭台铭又说 政治必须要为这健康来服务 所以如果他来做总统 他就会从国家拨一些经费 他的目标要在5到10年内 让癌症变成感冒或者是慢性病 让大家免于对这个癌症的恐惧 好这是郭董的第二招 再来我们看到郭董他是发好语 而且支持他的郭台铭后援会 也是砸钱不手软 昨天他们在四大报 买下了半版的广告 大骂民进党收入军公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后援会的半版广告 是怎么写的 他们说军公教锦销是创造台湾奇迹的工程 民进党政府却认为 退休人员是台湾社会的蜜虫 好这广告一出呢 是掀起了这个轩然大波 不知服务院党强力的谴责 不时的广告引发了社会的对立 今天要过来为更疑哦 民进党建户应该要硬起来提告 赶快来看我们的报道 半版广告斗大标题 信赖郭台铭保护军公教 内容痛疲民进党政府 用米虫这款字眼 收入军公教人员 郭台铭要修正不公不义的年改条款 郭台铭的后援会大动作帮他抬教 却挨批引发社会对立 郭台铭强力回击 不过米虫说持续发酵 民进党府愿党同声谴责 郭台铭以仇恨言语 刻意营造阶级与社会对立 甚至意图透过社会对立 来谋取选举利益 呼吁郭台铭应该道歉 我认为民进党应该告郭台铭 这是一种毁谤 指控者要负举证责任 看谁讲这一句话 谁负责 这样的指控是无地放适 该道歉的应该是蔡政府吧 你们当初是怎么样 做这个年改的 到现在为止 军公教年改的四线案 你就知道了嘛 你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把他们视为是所谓的米虫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指责或者反弹 你很担心嘛 所以你赶快就跳出来的 膝盖式的反应就是要人家道歉 抢军公教票 蓝营借机 炮打年改 但对个别参选人真有加分效果 还是挑起对立 交给选民去判断 好我们要先来请教一下 受方委员 怎么看这个郭台铭后援会 他们发布这个米虫说来批评民进党政府把这个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当作是米虫 另外你有认同刚才立委说的民进党政府应该要硬起来提告吗 其实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前年开始提这个军公教年改的时候 其实我们所有的立委也非常认同就是说军公教对台湾的贡献 那其实郭台铭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报纸刊登的这个广告 他最主要是要挑起族群的对立 阶级的对立 其实我觉得这样都很不好 因为你今天是要选总统 那台湾现在的这个情况我相信 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或者时代力量 其他无党籍的立委都知道整个年改如果不改的话 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军公教的这个退休人员 对这个所有政府的这个贡献 那也感谢所有社会各界对这一次年改的这个体谅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年改最主要是要永续经营 年改能够永续经营 我们年轻的这个公务人员以后退休之后才能领得到这个退休金 所以我们再一次就是说我们希望郭台铭 我们看到他这个真的是资金非常雄厚 其实我们很难看到就是说历届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很少看到说这个他的这个资金这么雄厚的 可以看到这个登广告 然后他到处去拜访的时候到面包店 所有的面包全部包起来全部买了 到花店全部花全部买了 我相信没有一个候选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总统候选人 你应该有一个高度而不是制造族群的对立 好那么上次你知道在民意议员 我觉得郭台铭这广告做得太好了 讲出我们的心声 淑贵员在这边当初军公教警销劳 没有劳对不对军公教退警退销的这个这个 年改这个部分 我要求朱立伦提出视线 刚才我们法治是主任还不肯 后来被我逼着终于提出来 虽然大法官不受理目前受理了 我要告诉你 军公教如果说讲出这句话叫做族群对立 干这件事情的人都不敢面对了 讲这件事情有什么好怕 他讲的是一个事实啊 不管叫米虫或者是叫做这些人什么 你很多了 这些人都不会下一代着想 民进党不但造成族群的对立 阶级的对立 还造成世代的对立 这是民进党真正正在做的东西 郭台铭不用去挑动军公教 军公教本来就恨死你民进党 本来就恨死你蔡英文 还有什么好挑动的 如果真的你是为了国家请问一下 民进党最近他们的官员出来怎么讲 他说劳退啊 我们政府最最后的保证 保证不用怕 我们拨200亿 劳工朋友不用怕 好不好好 知不支持支持 但是我问一下 劳工朋友的老板是谁 是你的雇主 国家愿意帮私人企业的雇主做最后最终的保证责任 军公教的雇主是谁 是国家的你是我的老板你把他修理 别人的老板跟他身后的事 你说出来200亿 大家不用怕 为什么就是劳工朋友的数量比较大 所以民进党在劳工这一块是心头最软的 不敢去叮咚 我去强调 我支持政府不过200亿 不过2000亿我都支持 可是军公教政府是直接的雇主 你既然这样子修理他 八百壮士参风入宿在街头上 有没有政府去关心过他们 现在讲我很感谢军公教 在选举不敢讲真话的人要向他学习 议员你怎么看 刚才民意议员他认为郭台铭这样是讲真话 那另外你觉得他这样子包了四大 四大报的半版广告来刊登 来痛骂民进党干预年金改革的事 您认同吗 我在这里像所有的台湾人民说 我看不见郭台铭啦 本来他走附的时候 感觉是台湾资庚啊 可以走到世界各国 替我们冲着台湾的经济力 我欣赏他呢 虽然他是台北关 以前在途资 怎么去府落江 过去我都不敢说 我只要问他 他说这样 替君公教 延登他们的生命 让他看作美堂 我请就问你过三生 你的富士康挑适了很多人 人家在说你什么 不要这样 要跟孙总统的人 格局要高 你是国际级的 你是世界知名人士 你是代表台湾人到全市去 让人家尊重的人 不要这样子说 要选总统 你看到重点在哪里 虽然大家说 你为了要救红海 我本来还要跟你建议 建议说 妙天你要去找 妙天今天这么多动作 我有听到我们电影的人在说 让陈明毅惊到 因为陈明毅要到新增 孙立法委员 妙天听说他本人 有幸福也要参议 担陈明毅 我本来说 不然你去拜托郭台铭 郭台铭在新增 好像没在做什么 让他们两个合作 结果我今天看到你 当这个报纸之后 我感觉见笑死 第一 你不用学那一堆 你后面那些虽然很有经验 你那个顾问 你那个无聊 虽然都做过了 不让我记得 军公告二次 不是冲英文公要做的 我在那边 是当我做两次的理会委员 那时就想要上当 不过民进党那些收盗 抓手抓死人 到最后 马云九九年一生爱马总统 这几年当中 马云九在做什么事 难道你不是外了军公教 不敢处理 然后被唾弃的吗 蔡英文就是假薄 看台湾 我们经济不敢 所以只好站出来当他说的罪人 也没有关系啊 今天做了 我们去面对他承担他 我们也跟军公教人员 也跟他讲说 时代背景不一样 你比较辛苦 所以说今天有这个结论 民进党生担 我们都在那一年 真的 真衰了 本身这样 在这里讲本事了 其实是本人 这样打拼三十几年 算票越来越少 就是军公教 说不敢回来 但是我们有承担起来 我们有说一句话听话吗 没有 我给你感恩 给你帅声 给你感觉说 我们的这个国家 就是有你们这些文官的 我们这些财的财 这样有做米堂吗 我一句话回应一下 年改这个事就是一种羞辱 我的退休 那改还是不改呢 我的退休 是领我自己退休所得 怎么叫改革 那我是被改革对象吗 是这样子的吗 要不要拿历史出来看 马英九被骂得臭头 不是因为他不做 是因为他做了 他把我们的年终慰问金 全部取消 所以他弄错了 所以所有的军人 尤其将官 骂他骂得狗血淋头 说民进党也嘴巴说说 也不敢做 你竟然动手了 今天警察的这些 家企不是在民进党政府吗 所以我必须告诉大家的是 要调整不是不行 不是用这种残暴的手法 你知道有很多的老师 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以后 所得就是固定的 可是经过你一个年改 逐年的减下来 他到最后 他连房贷都付不起 我现在就碰到一个 要去跟银行协调 延长房贷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去考虑 不是不能动 不能那么残暴 如果你真的认为 过去当军能捍卫国家 当老师教育子女 当公务人员服务人民 你认为他真的很辛苦 你应该要体谅他 不是不能改 你用年改这个方式 就是羞辱他 为什么他被改革 你应该是退休的金 你说的那些问题 我们也可以请立法院 马上再做一个说 有这样子的老师 竟然有这样子的老师 对 政府要负责 没有错 所以我就可以接受 到底有多少个案例 不要说随便讲一个案例 就把整个一支便宜 弄到搜整个桌 不可以这样讲 这就代表政府没有充分的讨论 我们先来听一下信献的想法 刚才明议员他说 他认为年改就是一种收入 还有包括郭台铭后援会 他们这样子说 民进党政府把这个退休军公教 当作是台湾社会的米酬 您认同吗 其实我是很不认同 因为换一个角度想 民进党才是最照顾我们军公教的人员 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财政水库就这么多水 我们能使用财政就这么多 民进党知道如果在20年之后 财政水库的水会干枯了 那军公教是不是一毛都领不到了 那我们民进党政府 就是为了这点 要让军公教可以领更多 领更久 照顾他们的下一代 照顾他们的健康 照顾他们下一代的子女的教育 所以我们年改并不是说 马上一律砍 我们是逐年这样子 像刚刚民意议员讲到 就是我们逐年这样子 而且不是你是一出任教室 你就马上被砍 而是你累积到一定的年资之后 你会逐年降低 那时候其实 所以民进党政府是很照顾我们军公教 第二点 我开始怀疑郭台铭 是不是不懂所谓的财务 身为一个企业的总裁 他不懂说我们民进党政府 当初是为了照顾军公教 所以才有这个年改 那第三点 那第二点就是 你从说 我不知道是从哪位 民进党公职人员说出来的 但是在我们2016年 我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许智杰 还呼吁大家 我们要理性的来面对这件问题 绝对不要有阶级对立 绝对不要称军公教为米虫 那其实刚刚民意议员有提到说 郭台铭这件事情是为了掌握军公教选票 其实听到这个 看到这个广告最紧张的 应该是韩国瑜 不是我们民进党 因为他们国民党现在正要初选 国民党资深的那些深蓝的军公教人员 他们就是他们初选获胜的关键 他们支持谁 谁就会出现 所以现在最紧张的应该是我们韩国瑜 那最后一点就是刚刚民意员补充的房贷问题 其实房贷就于我们 我有很多同学也是军公教 就是学校港并也考上军公教 老师军人什么都有 我们大家都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买不起房 我们根本连房买不起房 根本没有所谓的房贷问题 有房贷问题都是比较有资深的 资深的人员 他们可能有第一间房 要买第二间房 第三间房的时候 才会有所谓的房贷问题 那相对的几年前 还有所谓的李莱希 在韩国瑜当选之后 还带着一渠军公教一起说 要在高雄投资买房 我想这个行为 我们是给予一个负面的评价 因为其实我相信这些 我们在台面上的一些工作人物 应该带领大家来关心 因为其实我们房价已经够高了 我们不需要再炒房炒下去 孟琪我回应一下 如果年轻世代的军公教买不起房子 跟过去付出已经退休的军公教 买得起两栋的房子 这不是绝对 我买不起不代表要让他过得更穷 政府不能让世代对立 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二个你刚才讲的 好像我们在保护现在的军公教 你们快领不到了 所以过去的要年改 请问一下 如果政府对军公教 没有信赖保护原则 可以溯及既往 五年后政府说 不好意思 又记忆之后不对 再来一次 现在的军公教 看到被修理的这些军公教 就是你未来 可能要担心的 如果大法官失线 可以调整 不能溯及既往 有信赖保护原则 那就是叫一次痛 你现在可能每年都要痛 你每一次计算 到时候像蜀会议员讲 要不然李华英 再来说一个 你每一次都要再来一次吗 我认为是 国家要两把美策 国之大政不能轻率 这个就是轻算斗争 轻率的结果 到今天一粒一休 为什么今天参与文 要承认一粒一休的失败 就是你急救张 如果你好好地去处理 让老板也开心 这个资方开心 老方来心多好 现在是资方不开心 老方不开心 大家都不开心 好我们可以听到 其实不管是一粒一休 还是年金改革 总是引发了两派两极的论战 不过刚才信赖公德杰 处别观点 他说郭台铭刊登 这份广告 其实最紧张的不是民进党 反而是韩国语 因为这可能会造成 这个国民党 一些深蓝选票的板块移动 好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党 有这个郭寒大战 不过民进党的蔡赖之争 还是陷入了混战 我们待会儿休息一下 就要回来马上来讨论 回到两点说新闻的节目现场 刚才我们讨论到的 国民党的太阳 现在都蓄势待发 准备要攻城掠地了 结果民进党呢 这边的蔡赖之争还在厮杀 民进党拜三要再开这中一会 再来讨论 这组算整个岛队有要改吗 现在呢挺鹰派的就酝酿 要修改民调办法 希望呢采取50%的手机民调 另外50%的世话民调 而对比呢 是纳入柯文哲来比较 不过由于呢挺鹰派呢 有人数上面的优势 现在就传出啦 赖清德阵营呢 不排除要用法律战来反制 向法院诉求能够保障 赖清德在党内的权益 我们首先要来请教一下 受方委员 那真的怕到这一步 这样到底要如何 其实在上礼拜开中职会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论是蔡英文阵营 或者是赖清德阵营 其实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同意要证件发表 然后未来就是采取民调 那只是说对比 对比是要把谁纳进来 那有的是希望把柯文哲纳进来 那有的不希望 那甚至就是说 是不是要把这个手机 也一并纳进来 那纳进来 这个比例占比要多少 这边是还没办法有共识 那其实我要谈的就是说 不论是蔡英文或者是赖清德 其实都是民进党的资产 真的是最大的资产 而且是在地方这些支持者 其实从之前的非常焦虑到现在 其实有点不耐烦了 所以这是我们担心的 民进党在明年的 这个总统大选要赢的话 其实是一定要团结 如果不论是两个阵营 是谁出现 如果没办法团结的话 其实2020年 我在想 如果没办法团结的话 可能就要拱手让别人了 所以我们从基层 从基层的这个支持者 到这个中央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说 是不是两个人可以合作 那要怎么合作 其实都还可以再谈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礼拜的这个中职会 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个是大家期待的 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 其实这个都是大家担心的事情会发生 所以我们一再 像我在开制作中职会的时候 我都一再的提醒 就是说基层的支持者 希望蔡英文总统 跟赖清德院长两个人可以合作 合作才有胜选的机会 好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 苏惠会议员 你有听到基层跟你反映怎么样的心声吗 本来我跟民意我还这样子气势非常高昂 谈到自己的时候 我就细消到一半了 平良心讲 这两位候选人跟我都在立法院同事过 那我在民进党也很资深 大家都知道我是鹰派的 但是我是老鹰的鹰不是小鹰的鹰 因为我是主战派 今天搞到这样子 就是大家对民进党自己内部初选的过程没有信任感 彼此之间都不相信民调的结果跟过程 因为我自己好选人做这么久了 三十几年前一直选到现在 大选小选都选过了 所以就是因为对了整个到底民调 这个结果有没有贴近民意 知道这谁要给谁做 对吧 去老鹰听就真的听有了 可是因为民调 这个样本的采样 这才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边都北斗这么多选 每人外董的时候我们要监督 北斗这么多选 尤其没有信任对方 当然修台大家都要赢财 哪有要赢失的 他们要赢失就不用算了 所以大家都针对了这个民调的样本内容 所以刚才这个委员有在说 有的人说不然直接到现在最佣的 民意团的寒流 现在方态继续给予了 所以目前呢 寒流是变大家寒神 变大家共同同意的地方 可是还有一个 那天我听到国民党说检师大队 我这样想一看 为什么检师大队 那是谁人 原来是谁 好 里面两组在混 噢 民进董你喝得干的 国民董又被灌下去 两个都喝得麻烦麻烦的时候 现在走出去门口 那个人手擦 这样 我那求 素材我 看我要怎样都我 现在那个人到底要不要算进去 其实也很多人在问 那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好好的思考 你让我们在那里面的人 很辛苦 虽然两个都是真的 我们希望 像刚才大家也说 他都说到大家的心想 合纵 一开始大家就想说 一定这样 两天的 差点赖配一下 你就行政议长做贵副总统 做一边的外力 这真的 特别 这当晚把他们都带好 等一天 也都这样说的 可是呢 没想到现在呢 竟然 大家 都不在做小三 都要做原配 现在害羞伦 我们是感觉 既然民进董是一个伤心 天生正义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